嗨 早前才蠟漏魂圓雙乳 為知名雜誌拍攝10月份封面的安心亞 近日又宣布本月將推出寫真萬年曆 只是這一本寫真是為公益而拍攝 安心亞和新路基金會的青年們一起入境 全都是甜美又充滿愛的寫真 裡面超豐富的 是充滿陽光跟震雷亮的一本萬年曆 就是裡面有六套服裝 還有跟大朋友還有小朋友一起玩耍歡樂的一些 然後就是你看照片就會感受到我們當天有多開心 真的很開心 然後就是一個充滿色彩的一個萬年曆 然後它還可以氣勢 然後又有照片 對我覺得還蠻值得收藏的 但是說到公益寫真年曆 林志玲才是始祖 碰巧兩個人都在本月份發行 和女神強碰 安心亞怎麼看呢 是同期嗎 我相信廣大的粉絲們 還有廣大的朋友們 都是非常有愛心的朋友 一定會兩邊都買 被問到綜藝天王吳宗憲 槓上金鐘獎評審一事 安心亞也引用了憲哥的話 力挺他到底 侮辱我可以 侮辱我可以 侮辱憲哥就是不行 這什麼 因為憲哥一直都是我很崇拜尊敬的一個前輩 然後我覺得他有時候講話 會讓我吸收蠻多 然後也學習到蠻多 所以我覺得他講的話都是對的 夜市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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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